开枪的女人呢叫做Marianne Bachmeer 是个单亲的妈妈 被枪杀的男子呢是害她女儿惨死的真凶 母亲在为女儿报仇 在法庭上对欺负女儿的禽兽连开八枪 这个事轰动了整个德国 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 这个案子争议还是很大 先来说这个当事人Marianne 她的原生家庭不幸 特别不幸婚姻也挺糟糕 经历过两次被抛弃 两次感情对孩子都被迫送给了别人 第三次怀孕才生下了女儿Anna 因为经历过之前那些事 所以Marianne就发誓 一定要保护好闺女让她过得幸福 原本母女养的日子过得特别平静 直到悲剧发生的那天 当时小Anna因为跟妈妈吵架就逃学了 到了晚上Marianne都没有等到闺女回家 直到Anna的尸体在河边被人发现 她才意识到她人生中唯一的希望消失了 这案子真破得很快 警方很快就逮捕了凶手 就是隔壁的邻居Klaus 是她把Anna骗到了家里边 实施不轨 然后将其杀害 抛尸到了岸边 有个特别让人愤怒的点 这个Klaus她本来就有过两次这种前科了 她后来为了减刑 她自愿接受了化学严格 重点是化学严格 她不是物理严格 等Klaus出狱之后 她居然又吃了好多激素的药 恢复了正常 更可惜的是 Klaus被捕之后 一直说自己是冤枉的 还往孩子身上泼脏水 辩护律师也一直在为凶手开脱 试图把她的恶行 就往激素作祟 往小Anna身上瘾 可想而知 作为母亲的Marian 是多么的愤怒 失去了女儿 本来她就对生活没有任何盼头了 于是她做了一个决定 你杀了我女儿 那我要杀了你 如果法律不作为 那我替她来作为 于是就发生了 开头怎么看到的内幕 你要知道 这八颗子弹 只是一把手枪的极限 但不是一位母亲的 那敲上案之后 Marian就知道自己会受到审判 所以她也没有做任何挣扎 但是呢 舆论彻底爆发了 不少人就觉得 她是守护女儿的英雄 为人父母都会理解她的行为 那也有人觉得 名义不应该裹挟司法 该怎么判就应该怎么判 那几天公众情绪都快炸了 不光有好多人到现场去支持Marian 有的人甚至还给法院显威胁性 说不能给她判刑 大家最后的交点都落在了法院上 决定法院判决的关键的就是 关于枪击事件是否有预谋 到底该定义为谋杀 还是过失杀人 如果谋杀罪成立 那Marian是要被判无期的 那最终呢 法院给出了定论 Marian被指控犯有谋杀罪 不过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舆论压力太大 第二年 检方呢 就把这个指控给撤销了 换成了过失杀人罪 判处她六年有期徒刑 服刑的第三年 因为表现良好 那Marian提前出狱 她的故事呢 也被拍成了纪录片 1995年 在开枪14年之后 Marian首次承认 她开枪打死凶手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那法庭曾在 最该死的罪犯身上 网开过一面 那在Marian身上呢 历史也算重演吧 1996年的Marian去世 她被埋葬在了 女儿安娜的身边 这里分别了 16年的母女 终于再度重逢了 在另一个世界 母女娘终于可以相拥而眠了